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218.5升坛的一个总决赛 到了总决赛了 观念方,紫禁城对面,屈不恐妙 紫禁城这边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 盘斯化身立武,人身我立武装 因为他们报名只有一个武装 所以他是没有双武装的 选择上的立武装 对面走的是一个女儿武装 九黎加神木的一个二一 嗯,这个阵容啊 有大克,对面有大克 当然得介绍一下双方的一个搬选啊 观念方这边是被搬掉的九黎沉 所以选择上了一个人身我立武装 对面是被搬掉的地府 所以只能上这么一个二一二 这个现在175PK啊 这个九黎沉也太关键了啊 九黎沉很关键 但是观念方被搬掉了 大堂,现在没人玩 就这次武神谈啊 咱们就说这个拿过冠军的四个福气啊 除了宝格在小祖赛玩过一把大堂以后 这四个福气啊 再也没有用过大堂了 四个福气只有宝格在小祖赛 用过一次大堂 然后就再也看不见大堂的影子了 这是今年拿过四个冠军拿过冠军的四个福气的状态啊 就这种情况 不上大堂 预导是因为没有报名大堂啊 但是其他三个福气都报了大堂了 但是不上场 人生我力武装 观念方 哎,这个思路有点像上一次啊 对吧 紫禁城赢这个取斧的那一套思路 对吧 就我搬掉你的地府 我可以没有这个天地同兽 啊,没有风武装嘛 我就不上了 我拿风武装去当力武装了 只要配一把武器啊 配一个千伤武器 这个人生果力武装他就能玩 啊,不需要太高的伤害 千伤就够 千伤就够 然后其他的装备去套一下大堂的装备就可以了 就可以玩了 但有一个问题啊 你如果是九离城 你没有天地同兽 可以 但是你是个力武装 你没有天地就很麻烦 因为什么 你防不了对面的一个控制 啊 你虽然对面没有地坑 但是这个控制怎么办 对面封印你 你也会影响你的操作呀 因为力武装的容错太低了 他是连续两回合不用敲金金玉 他这个状态就断了 两回合不用就断掉 啊 他跟九离城不一样 两九离城两回合我不出手 不出手就不出手嘛 对吧 我大不了第三回合再出手 啊 他还是那个九离 但是你要是人生果力武装 你两回合不出手 那你就不是这个力武装了 啊 你就得一切从零开始了 所以他对天地的需求 不光是防小死 明白吧 他不光是防小死 他也得去防控制 不然你去保他的话 操作会很繁琐 现在就是对面九离城的伤害 也特别的高 好疼 直接给打残了 太疼了吧 这一把大克切进来 碎月强控 当然人生果力武装 前期嘛 他主要是挨打 在前期自己状态 没有叠加起来之前 他就是一个挨打的阵容 当后边 比如说有了一个五层 五六层的一个归针了 基本就可以去点一点输出了 有个九层十层的归针的话 那点个封系什么的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需要时间 他需要时间去成长 前期没威力 前期没威力的时候 那暂时是只能挨打的 比较难受的就是 观众方鸟头位的女儿村 他并没有拿到一束 这盘丝直接给切死了 V武装也被杀掉 关众方鸟头位没意思 不麻烦 不麻烦 这九层扛不住呀 你现在只能祈祷 观众方这边 V武装 暂时这个状态不会断 然后其通过一个高伤害 配合地府 把这个节奏抢回来 只能这么来 反正 但是状态是续下来了 倒地就倒了 倒地无所谓啊 我状态是续下去 无魂效力藏刀 回口四千五 这这一连的话 人生果力武装好多呀 雪山在用 鱼岛在用 紫禁城 能比较 严格这用啊 哎呀 慢慢的这套阵容 你说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玩法 因为现在大堂没用啊 对吧 你大堂这个位置 其实是可以腾出来了 还中一把无魂 飘出一把漫天 因为现在大堂没有用啊 他们不会上大堂的 有九黎一天 大堂就没有出头之日 你大堂跟九黎城 又抢不了速度 压着你扫也扫不出来 关键九黎 他又不休息 对吧 他又不休息 他每个回合都能压你 水清 保一下 提火 保九黎 再敲 又敲出去了 这样这个状态 还是续下来了 看一下龟针啊 已经是有的一个三层的龟针 现在轻轻宝宝宝 应该问题不大 最主要咱不知道 八千多 什么玩意儿 混乱红地府又被扣杀了 立武装继续倒地 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四宝一四宝一 他们四个都保不住自己 怎么保这个立武装呀 他们四个保不住自己啊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咱不知道啊 这个紫禁城这立武装 他的武器是什么武器 是这个 因为他也没说过 要上这个人参果力武装 他也没曝光过 他究竟带的什么武器 所以没有一个基础的伤害 你并不知道 他叠加到几层 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伤害啊 这个是 没有参考的 对面的法宝也不行啊 一般般吧 对面的法宝不行 观众控力武装就翻身的机会 打起来两个 地活又没了 别 地活 还活着 敲了两下 诶 毒手 有青霜 在控力武装 你看他又被封了 又被封了 然后你这个回合肯定动不了 只能是下个回合 下个回合必须出手 这无形之中 因为你没有天地同兽的存在 无形之中 增加了你错误的一个空间啊 你犯错误的一个 空间 你每个回合操作太关键了 都很关键 这波被封杀了 下回合又必须出手 因为他总会有办法去控制你一个回合 可能剩下那个回合的话 就看天意了 女儿村 凤女儿 人解地虎的封印 人拉力武装 反手套宝宝 防止你用宝宝 宝宝去解封印 或者是宝宝去拉人 扔了一把无魂 6到无量 挠 解开封印 坤女儿 是用了一个人物的操作 少用了一个宝宝的操作 多用了一个人物的操作 来完成这个拉弃人的操作 那这样快战狂力武装的状态 还是持续的续下来 五层的归真 就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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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不动 想杀对面 封武装了 这伤害还是不够用 还得跌 再加上第一 咱不知道他的武器是什么武器 第二 你是鸟阵被大克了 最起码在基础伤害方面 受到的损失比较大 你最起码 可能叠十层的归珍 相当于别人叠七八层吧 如果没有被大克的情况下 可能你有个七八层也就够用 鸟阵被大克 你可能得十层的归珍 所以还得跌 还得跌 还不够 六层的归珍了 日约乾坤 对面开始上地厅 再来一把金青 小爽 乾坤诺野 得了一波机会 把对面九离城给带走了 但有一个问题 观察方没医术 鸟头没医术 打针给地图 解开 踩塔 观察方暂时可以缓一缓 暂时可以缓一缓 不过你延不出去的话 缓的时间也不太长 不是太长 神佑 再神佑 直接带走 再神佑 无缓扔过来 无字经 抢 伤害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用着伤害 怎么办 效力藏刀 无字经 给 静寥 再杀一次 试一试 天地同兽 打上九离 提活 保力武装 大死亡 大死亡排中了 大死亡排中 有机会 小死亡肯定挂不中 有大死亡小死亡挂不中 贴 但伤害还是不够 能贴住证明伤害还不够 什么时候就贴都贴不住的时候 哎 就像很多火器啊 敲过去敲七八万五六万啊 贴都贴不住的时候 那就成功了 能贴住伤害还是不到位 几层啊 我看一下 九层都归针了 还不够呢 关照方快扛不住了呀 问题是 地厅一个 打针给谁 给武装 降低你的攻击命中率 再换地厅 要趁身追击 给关照方一波压迫感 再换三个地厅 谁到了一个 三方打起来三个 一下 两下 三下 风卷 参云 哎呦 这你受得了的 再亲一个宝宝 哎呦 又中了一大床 这一下关照方很难受了 关照玩笑 那你下个回合 必须得换三个养护 直接把这礼物装 都拉起来 请关键术 反弹一下 哎 再弹 再弹 哎呦 上地厅了 三皇打起三个 又是三个 一下 两下 可 立武装状态断了 立武装状态断了 你断不断的 先咱先别说 关键是关键直接崩了呀 啊 直接崩了呀 这是问题啊 很为了 啊 啊 大哥这决赛 大哥这决赛 刺激孩子 跨身倒地 剩下一个宝宝了 这孩子也得飞啊 哎呀老吸收 哎神佑了啊 这回神佑了 直接加满血了 这回是神佑了 这回神吸收了 哎再吸收 你别说还挺好用的 一顿吸收再加一个神佑 这孩子愣是没死啊 那打到现在比赛基本结束 你没有任何翻盘点 哪怕现在观众朋友 有疑速能辞行 但是你力武装的状态端了呀 你还得重新开始 啊 你还得重新慢慢叠回真 哪怕你现在就十 十个单位都在啊 五个人满血 五个宝宝也都在 但是你跨过 你现在力武装没 没状态 你重新开始叠 你对面这个伤害 他是不会给你重新叠的机会的 没那个时间了 啊 没有叠的时间了 成型版了 啊 对面输出有大课呀 太高了 出个地坑孩子吧 找 找那个童子 那应该是有感知的童子 啊 地坑孩子 出来就来了一把隐身啊 有隐身他还用不了技能呢 啊 这孩子有隐身 你还用不了技能呢 好了 玩了 啊 也玩不了了 仅仅23回合 屈服可妙 拿下了这一次 武神坛的冠军啊 恭喜屈服 在后半年 啊 也有一段时间 没拿过冠军了 啊 啊 终于又来 一个收益啊 一颗五神坛的冠军入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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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